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发现这里多了一块报名指引牌 牌子指引的方向就是当初他和甄绍如去过的那个单师交流会大殿 此刻这大殿的大门敞开 很多人来来往往 末无忌一走进大殿 就看见了两个报名登记的标志处 左边的是外门弟子报名处 右边的是内门弟子报名处 此刻两边都没有人登记 显然该登记的早就登记完毕了 末无忌正想取出玲珑婆婆给她的语牌 到外门弟子报名的地方登记 就听到一个略带惊喜的声音传了过来 卧师兄 你也是来报名的吗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淡灰衣裙的女子 女子长相清秀 脸上正带着一丝惊喜的笑意 哦 是你啊 末无忌总算认出了来人是谁 之前她去寻找玲珑婆婆 这几个女子正站在左韶仪的身边 据她估计 这女子应该就是左韶仪的姐姐 左韶仪见到她就像是见到鬼似的 没想到她的姐姐见到她还主动叫她师兄 甚至还有一些惊喜 其实左韶仪的这个姐姐比左韶仪漂亮很多 只是她好像故意要让自己变得老成和不显眼一样 总是穿着一身挥不溜秋的衣服 尽管弄不清楚情况 但莫无忌还是还礼说 啊 是的 我也来捧捧运气 我叫左韶仪 和莫无忌说话的女子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只手拉到了一旁 跟着一个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莫无忌 请你不要仗着认识莫师姐 就觉得很了不起 姐姐 这种人找你说话 你根本就不用理她 左韶仪来了 莫无忌有些皱眉 这女人的确很让人厌恶 她也懒得去解释 转身就要离开 你叫莫无忌 哼 是无痕剑派爬出来那个垃圾丹尸吗 又是一个傲奇的声音传来 这声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 似乎是在和一只蚂蚁说话一样 莫无忌回头看见的是一名身穿紫衣的年轻男子 这家伙站在左勺一身边 有一张马脸 关键是她根本不认识这家伙 她心里灯石大怒 除了在烟儿的事情上 她可以让步 可以忍气吞声 别的事情她还真不尿谁 明明不认识这马脸是谁 这马脸上来就屁话连天 你是哪根从啊 你以为你吃了黄金翔就是一对翔了 可以在公共场合乱来吗 白痴 就算你是翔 也是对不起来内谈 莫无忌这次可是没有半分客气 好好 我举气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有种 马脸男子比莫无忌还要愤怒 他可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蝼蚁 难道这家伙以为自己加入问天学宫的外门 就可以嚣张了吗 七剑师兄 你认识这个人 左勺仪问道 举七剑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莫无忌很快就想起来了 这个举七剑不就是无痕剑派七剑风的那个风主吗 当初他本来是要入住七剑风的 后来因为知道偶剑风靠近玄剑崖 所以才选择了偶剑风 举七剑此时不屑的说 哼 此人原来巴结上了无痕剑派的一个丹师 成为了无痕剑派的客亲丹师 没想到他胆大包天 竟然想入住我的七剑风 哼 后来他倒是失去 在听说七剑风是我的之后 没有敢置物上去 莫无忌差点喷出一口血来 这家伙还能不能再往脸上贴些镜子 踏不住七剑风 和这七剑风是不是举七剑的 根本毫无关系 确切的说 他是因为玄剑崖才选择了偶剑风 莫兄 你刚才说这家伙是祥 到底什么是祥啊 一个哈哈大笑的声音传来 似乎是为了帮衬莫无忌一样 看见走过来的侯宇成 莫无忌心道 这家伙来得还真是及时 是啊 温剑 那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是问天学宫的外门弟子了 跟在侯宇成身后的 是真少儒 他大大咧咧的性子 没有半点改变 就是你吃饱了 拉出来的 莫无忌说完 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真少儒的资质 和对问天学宫的贡献 怎么可能只是外门弟子呢 侯宇成此时哈哈大笑 莫无忌那话可是真损 周围的女弟子 则都厌恶地看着莫无忌 觉得莫无忌实在是太低级趣味 举七剑的脸色早已气得铁青 若非这里不是问天学宫报名处 他怕是早就寄出法宝 把莫无忌撕成碎片了 左勺以此时冷冷地说 口舌之徒而已 倒是很会见风使舵 当初若是有种 为何不敢去七剑师兄的 剑锋居住 莫无忌被这女人弄得烦了 我居住在什么地方 管你屁事 西剑锋有一股骚气 我不想去住行不行 少姨 不要多说了 刚才是我 姐姐 我都跟你说了 别和这种人靠近 看他浑身俗不可耐的样子 就惹人烦 左勺以想拉住左勺以 左勺以却是哼了一声 打断了左勺以的话 莫无忌 我记住你了 希望你能在问天学宫 愉快地活下去 举七剑狠狠盯着莫无忌的脸 丢下一句话来 然后便带着左勺一二人 迅速离去 至于侯宇成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天魔宗在问天学宫面前 什么都不是 吴剑 赶紧去报名啊 真少儒在一边兴奋地说 举七剑的来去 他才不管 他在意的是自己和莫无忌 都成了问天学宫的弟子 莫无忌疑惑地说 少儒 你怎么是外门弟子 按理说 你应该是内门弟子 真少儒 嘿嘿一笑 你以为问天学宫内门这么好近吗 这不但要修为达到层次 还要通过问天学宫的各种考验 否则的话 除非你能和侯宇成一样 莫无忌惊讶地看着侯宇成 他没想到自己被困冰封两个月的时间 侯宇成居然获得了真神之花 侯宇成呵呵一笑 莫兄 别用这种眼光看我 我获得真神之花也是偶然 你赶紧报名吧 我相信以你的本事 很快就会成为内门弟子中的一员 侯宇成对莫无忌获得报名资格 半点没有疑问 甚至都没有主动询问莫无忌的资格 是从何而来 就好像莫无忌能成为问天学宫的外门弟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莫无忌也极其高兴 侯宇成和真少如都是他的朋友 现在他们都在问天学宫 自己去问天学宫总算不会寂寞 散修莫无忌 报名问天学宫的外门弟子 取出自己的玉牌送到外门弟子的报名处 否则登记的弟子看见莫无忌的玉牌后 差点站了起来 随即就上下打量了莫无忌好一阵子 这才小心翼翼记录下了莫无忌的名字 然后又取出了一枚 可有外门弟子莫无忌的玉牌 送到了莫无忌手里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想问问莫无忌和玲珑婆婆是什么关系 三天后 除了极少数一直留在这里的商家之外 聚集在五行荒域之外的各家宗门陆续离开 莫无忌和真少如也和真少客告辞 乘坐问天学宫的巨大飞船 离开了五行荒域之外 飞饼柱 陶骂 雄秀珠三人 先跟随真少客一起去九月单格 然后由真少客安排去了问天城 比起当初真少客的那个飞行法宝 问天学宫的飞船简直就是一艘巨无霸 连莫无忌这样的外门弟子都分配到了一个房间里 也许是受制于问天学宫的门规 侯宇成并没有来找莫无忌的麻烦 莫无忌除了偶尔和侯宇成真少如聊聊天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静坐在自己的房间修炼神念 他倒是很想将开卖药液炼制出来 可是他是真的不干 问天学宫的这个飞船上 可能真的有真正的天界强者 比如那个二院长风振秋 一旦不小心被人知道他炼药的原因 那就正是完蛋了 三天后 莫无忌忽然感觉脚下微微一震 跟着他就听到了外面的喧闹之声 无忌 我们已经到了 赶紧出来 真少如的大丧门早就叫了起来 这就到了 莫无忌记得 当初他和真少客一起坐飞船去五行荒域的时候 可是经历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这才过去三天就到了 莫无忌急忙走出房间 当莫无忌站在飞船甲板上 看见问天学宫的门楼之时 他真的被震撼住了 问天学宫几个字 好像是几颗星球一样 悬浮在远处的白云之上 而白云之下 隐约露出的是一个巨大的大门入口 整个宗门完全被云雾笼罩了起来 看不清楚任何的建筑 只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问天学宫肯定不是仙界 但对第一次看见这种震撼情景的莫无忌来说 比仙界还要来的牛叉 别看了 这里看不出任何东西的 等我们进入宗门之后 其实和别的宗门也没有多大区别 侯宇成走过来笑着说 啊 谁让我没有见过世面呢 莫无忌也是笑了笑 最先下飞船的是问天学宫的长老 还有一些执事 然后就是那些问天学宫进入五行荒域的弟子 最后才是莫无忌这些新加入的弟子 莫无忌在人群中寻找 他想要找到玲珑婆婆和烟儿的身影 可让他失望的是 人都下光了 他也没有看见玲珑婆婆和烟儿 别说是玲珑婆婆和烟儿了 就算是玲珑婆婆身边的一对双胞胎 他也没有瞧见 同样的 他也没有看到问天学宫那个二院长封振秋 倒是明宁丹师和慕英两人被他给瞧见了 走了 甄绍如拉了一下有些冷神的莫无忌 跟随众多新加入的弟子一起走下了问天学宫这巨无霸般的飞船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